如果我迫不得已在野外草丛小便 然后被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异性亲戚看到了 现在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他看清了我的脸 但是没看到我器官 另一个情况是他看到了我器官 没看到我的脸 但是他心里觉得有70%可能性看到的就是我 请问哪种情况好一点 无论哪种情况 都可能会让你和这位异性亲戚感到尴尬和不舒服 但是相对而言 第一种情况好一些 因为至少他没有看到你的器官 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尴尬的程度 如果他看到了你的器官 即使他认为有70%的可能性是你 这可能会让他对你感到不舒服 并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 况下 最好诚实的解释情况 并向他道歉 和异性相亲第一次在餐厅见面 然后我忍不住小便尿在了裤子里 桌子上放了杯95摄氏度的水 而且没办法拖延时间了 我现在该不该装作不小心 把那杯水洒在我的裤裆上面 以避免被对方看到我尿裤子觉得尴尬 首先 很抱歉听到您的尴尬经历 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您 诚实地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不是试图掩盖它 如果您试图掩盖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尴尬和不便 因为对方可能会注意到您表现出不自然 或紧张的行为 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猜测和怀疑 相反 如果您坦率地 向对方解释情况 您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您可以简单地说 非常抱歉 我刚刚有点意外 不小心尿在了我的裤子里 您可以试着 上场面变得轻松一些 以便缓解尴尬的氛围 请记住 发生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而且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 通过坦诚 您可以赢得对方的尊重和信任 并帮助您建立一个更坦诚和健康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在沙漠深处遇到一个快要渴死的人 他身上带着十万美元现金 而我带着三瓶水 而他和我都只需要一瓶水 就可以活着走出沙漠 我要十万美元一瓶水卖给他一瓶 他贤贵拒绝了 最后他就渴死了 而我喝完一瓶水后 就走出了沙漠回家了 请问我应该被道德谴责吗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行为可能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因为你的行为被认为是缺乏 同情心和道德原则 你选择让这个人可死 并将他的财产视为自己的利益 这种行为不 仅缺乏同情心 还可能违反了普遍的道德原则 例如助人为乐和尊重他人的生命权 虽然这个人可能拒绝购买你的水 但你可以选择更高尚的道德选择 例如向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或向当地的救援机构报告他的情况 因此 从道德角度考虑 你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谴责 如果发生了一场火灾 有两个着火的房间 一个房间里被困着我妈妈一个人 另一个房间有五个被困的陌生人 如果我先去救那五个陌生人 那么我有100%可能性救出这五个人 但是我妈妈会因此失去被救活的机会 如果我先去救我妈妈 那么我有70%可能性救出我妈妈 但是那五个陌生人的存活机会只剩下10%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伦理抉择 因为你需要平衡 个人情感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矛盾 作为一个智能助手 我不能做出决定 但是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建议 您需要仔细考虑以下因素 优先救援的原则 救援行动应该按照优先救援的原则进行 这意味着应该优先考虑那些面临更大生命危险的人 生命价值的平等原则 所有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是平等的 这意味着您不能仅仅因为您的妈妈是您的家人 就优先救他 道德责任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 您有责任尽力挽救所有人的生命 基于这些原则 您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立即拨打紧急电话 并告知救援人员有两个着火的房间 在等待救援人员到达之前 尽可能多的收集信息 例如 您可以试图确认每个房间里的人员数量 或是大小 房间结构等等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 做出最佳决策 如果你知道你的妈妈在其中一个房间里 您可以尝试救她 如果您无法确定她在哪个房间 或者您知道在另一个房间 有更多的人面临生命危险 您可能需要优先考虑拯救那个房间里的人 无论您做出什么决定 都应该保持冷静和清醒 并尽力而为 我肚子不舒服急需上厕所 已经到了快忍不住的状态 随时可能拉在裤子里 但是此时唯一的一个属于我性别 的厕所门坏了打不开 旁边就是异性的厕所 里面还有异性在 但是有隔间门 如果我进异性厕所的话 对方是看不 到我的 但是也有20%可能性 会被别人看到我在异性厕所里 请问我现在该去异性厕所 还是等着大便拉在裤子里 建议您先试着在安全的情况下 尝试修理门 例如敲门询问周围有没有工具可以使用 或者寻找帮助 如果门无法修理 您可以考虑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尝试进入异性厕所使用 请确保自己在进入异性厕所时 不会造成骚扰或不是 同时在使用过后 请注意清洁卫生 如果您觉得无法控制 可以考虑寻找他人的帮助 或者寻找其他厕所 不建议等待到忍不住的状态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和疼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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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医院誉 赌寮 转发 抢 暂画 瓶逻输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